欢迎收看本节目 而在此之前 有媒体拍到郑爽现身法院 疑似起诉前男友 两人在经济上的纠纷 的确是很多了 网友们在得知张恒的惨淡现状后 有网友心疼到 和他谈过恋爱后 没钱还名誉大姐 郑爽谈过每一个的男朋友 分手后都很惨 还有人夸赞 郑爽十年过去了 还是当红小花 非常有经济头脑 张恒与郑爽 曾上过某恋爱节目 不过两人不仅性格不合 在工作上也产生很多分歧 最终遗憾分手 郑爽与张恒分手后 在专心搞事业 不仅连续上了多档综艺节目 如追光霸哥哥等 还接了不少代言广告 郑爽在前几天晒过的新豪宅 被爆价值1.5亿 郑爽今年已经29岁了 但是依然保持着好状态 前段时间晒出美照 一身黑色长裙 既优雅 又能完美地展现她的 肩颈线与锁骨 还被赞泰有少女感 她应一起来看流星雨 与张恒相识相恋 两人曾经在 多档节目中 大秀恩爱 被外界评价是 惊铜玉女 狼台女貌 然而两人分手后 张恒近年来 也没有大火大热的剧 除了在《战狼2》中 表现出彩外 如若巴黎不快乐等剧 收视率都不佳 无论是张翰 还是张恒 与郑爽分手后 他们之间 就应该各自安好 大家还是不要 过度诋毁郑爽了 期待他能够拥有 更好的资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 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 订阅收藏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